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豆角焖面的做法 做法特别简单 厨房小白也能一次做成功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试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盆倒入三块钱的面条 做焖面要选用扁一点的湿面条 用手把面条抖散 比较强的面条我们用手把它扯断 这个面条不用拌油也不会粘连 下面开始蒸面条 把面条铺在壁子上面 然后用手把面条摊平 盖上盖子,水开后蒸10分钟 下面准备点配料 准备一把洗净的豆角 用手把豆角尖掐去不要 然后再把豆角掰成小端 处理好后放在碗中备用 下面准备五花肉一块 用刀把五花肉切成薄片 用五花肉做焖面吃起来比较香 切好放在碗中 准备大葱一根切成葱花 生姜一小块切成姜片 下面准备一个碗 加入红花椒一把 干辣椒一把 再来两个八角 所有食材准备好之后 下面开始烹饪 起锅烧油 然后锅中放入一个密招 倒入准备好的大料 这时候一定要开小火 把所有大料炸出香味 一边炸一边用勺子不停的翻动 炸至大料发黑就可以了 把炸好的大料控一下油 这时候锅中倒入五花肉 小火把五花肉煸炒出油 炒好后倒入葱姜 继续煸炒把葱姜炒出香味 炒好后从锅面烹入适量的料水 再加入少许老抽 翻炒几下把老抽炒出香味 炒香后倒入准备好的豆角 快速把豆角翻炒几下 豆角炒一下更加好吃 炒好后加入适量的开水 开水要稍微多一点 下面开始调味 加入食用盐两勺 蚝油适量 13香少许 胡椒粉一点点 再来点老抽把汤汁调下色 最后加入少许鸡精 用勺子搅拌几下 水开后煮一分钟左右 这时候尝一下汤汁的味道 感觉汤汁有点淡 再加入一勺食用盐 做焖面汤汁要稍微咸一点 然后用勺子把锅中的汤汁 绳出来放在一个碗中 最后锅中留一半汤汁 倒入我们提前蒸好的面条 把打好的汤汁均匀的浇在面条上面 这样面条可以更加的入味 然后盖上盖子 小火焖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我们打开盖子 用铲子把面条和汤汁翻拌均匀 这时候看到锅中基本上汤汁快烧干了 新手朋友菜机一定不要烧糊了 翻拌均匀后 盖上盖子再焖三分钟 再让面条吃起来口感更佳 焖好后打开盖子 再加入点蒜蓉 然后用筷子继续翻拌均匀 面条配大蒜简直是卷配 一道家常版豆角焖面就做好了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 我是阿俊 每天一道家常菜 喜欢的记得点个关注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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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